因为为什么呢 就我总觉得年轻人 存那么多钱去买房 你其实在赌博 牺牲了青春 而且赌博 你在赌的是什么 就你赌了就是 我现在牺牲这么多年 将来那个回报会很好 但是我常常觉得 全世界的房市 不是一个 就它不是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市场 就太多的风险 太多的变数 尤其今天中国房间 长得这么厉害的情况底下 它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子 这是一个问题 什么东西的成本 能比青春更贵呢 对啊 你比如说我那么年轻的人 然后我天天看 在办公室里面 为了我那个未来五年 或许会有的房子 然后今天看到老板 老板我给你擦擦鞋 老板您屁股脏吗 我干嘛过这样的人生呢 所以你看这个佛教里 有一个词啊 就是形容咱们这个世界的 这个众生啊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 堪忍啊 我有时候经常觉得就说 人特别是中国人 我们能忍受的这个居住环境 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 来着亭子间 亭子间 香港的这个汤房 还有这个北京也有啊 你知道就是 大道湾 就是鲁迅 鲁迅跟周作人闹翻的那个 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 就很大的 很不错的 我们跑去那里看 打满了避震棚 打满了小房间 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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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后那个带我去的那个鲁迅 鲁博的一个副馆长 就我问他 我说住了多少人家 他说数店表 我们出来以后一看 39个店表 39个 然后一绑爷出来 你们来收房子的吗 看中了没有 以为我们 真是大家感情不一样 房子本来要卖给台湾人了 要造了 住着一个周作人的老保姆 周作人的老保姆还住在那里 写信给政协 说这个是应该是保留的 鲁迅跟周作人的故居 绑爷有绑爷的利益 对不对 他觉得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 你们赶快拆了 给我们安住 好不容易盼到拆迁了 可是从文化人的角度 来讲 你要把鲁迅周作人 这个八道湾的旧局拆掉 那又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39个火表 其实 没有 其实我就说 其实还是在考虑 就是我们这副皮囊 其实你要多大的空间来去安放 你刚刚说的堪忍 能忍到什么程度 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台湾 我故意去住了一个胶囊酒店 日本的胶囊 对 他那个其实弄得很现代的 因为我去看下 我觉得他倒是让我思考 其实我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就一个床 你进去 而且但他那个装修是很 就很简约很现代的 美丽的棺材 你就有个提包旁边 可以插手机插什么那些 其实你也不要太多 但就是去洗澡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呢 我就发现 就你刚才说的那种邻里关系 你觉得是那种 好像大家一个community 一个社区 我是经历过的 就我小时候就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没有像你说的这个三床床 但是呢 大家在那里面住着 都没有隐私 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是够住的 但是就说 但你没有 没有什么人是除为独用的 我可以说 那里有很好的回忆 那时候大家去乘凉了这样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你没有隐私的生活 就是很烦的 邻里之间吵架的这种太多了 就相互探听 其实都没有那么玫瑰色彩 我当年刚分配到广东电台的时候 一个月工资99块钱 那么那个时候 当然是单位里的分配给你的单身宿舍 我们那叫单身宿舍 那单身宿舍 我第一次住的是个地下室 那把白天都不是 从早到晚在滴水 墙都是潮的 然后就那么不到十平米 我看 我们拿纸皮箱子 隔开的三个上下铺 我左边是一对夫妻 老公也是我们的主持人 也是个调琴的 调钢琴的 调琴师 什么主持人专门调琴 他们夫妻俩在这么一个地方 还摆着个钢琴 他整天的蹦蹦蹦的调钢琴 然后我右边 也是住着我一个 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美声的一哥们 我就住在中间 你听基本上维也纳的感觉 如果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就那样 艺术细胞就这么熏陶出来 就那样 后来还都找了女朋友 就等于是三对 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地方 那真叫鸡犬之声相闻 当然就是也扮演非常高雅的 一会那边就 就起来了 后来呢 我又到了 给我们换了一个地 就是汤房 其实也一种汤房 一间房子披两半 倒是有墙了 就是七平方米 你知道那个时候 然后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那个地板格 连地板 因为你租的房子就不会好好弄它 最便宜的那种地板格 胶的那个地板格 广州那个夏天 又热又潮 你知道我们那有的 这个陕 有个陕西的同事啊 他有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脚臭 不大爱洗脚 老到我那儿串门 有一次呢 查聊 到现在还生香 聊完间 人走了 然后我说 怎么屋里这么臭呢 这么臭呢 余香人在 余香人在 我只行痕迹 最后我发现呢 我侧着看 我侧着看 那个灯光啊 映出来啊 我说真是这个 这个印记晚在啊 它那个脚印啊 印在那个地板格上 因为有点潮 然后我就凑过去 哇 这就是臭圆 那就是 莫名其妙 当时每家 到你看这种 到最后都会经常闹矛盾 就是所有人的女朋友 都在打架 为什么呢 当然这也有点 这个男的女背了 就常常女朋友做饭 对吧 就是都在摆在楼道 都摆在楼道 你像文道说的 那当然很亲切 你拿我个酱油瓶子 我拿你个醋 但是呢 可能有一天就是 你干嘛拿我酱油瓶子 他不还我就打起来了 你们现在我们开成 一苦思天会了 那你就堪忍嘛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个情况 就是对于 今天我们对于租房的 某种的不快啊 尤其在大陆上 这么多年轻人 想想自己租房挺可怜的 除了说租房条件不好 然后开探自己 住不定下来之外 更重要就是嫌疾 居无定所 对 居无定所 居无定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觉得房子不是你的 可是这是一个 很奇特的问题 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 中国人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 要想要自己的房子 对 因为你在欧洲的话 比如说 像在瑞士 像在德国 大半人 大半人都租房 而且他不是居无定 居无定所 他就常租 对 租了三十年 对 他还常住呢 你不要说瑞士 瑞士但是他的 买房政策是很特别的 你知道吗 他真的很让人 就是受不了 他买房啊 你是不用还本金的 只要给银行还利息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的银行里面 汇集了全世界 什么人都往那里放钱 你知道吗 他不需要你给他还那个本金 像德国 像德国吧 房价一直严格控制 所以你买房 你没得增值的 今天中国 房子为什么那么多人买不断的 因为它是一个投资 所以你说 中介 你现在就是说 这辈子唯一没骗过你的人 就是房产中介 让当年让你买都没买 现在 财务自由了 我们那些朋友 要一苦思甜 要感慨 今天的生活好的 多数人会选择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小时候用多少厕所 你现在有多少厕所 你小时候 我们一算 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可能三四家人家再用一个 人口加上去二十个人 那你用一个洗手间 就是二十分之一 这已经算好了 你有抽水马桶 那有的是用那种木的马桶 你知道在上 那么高级 那么高级 你去道道看 你去道道看 那现在有的人 有几处房子 每一处有三个洗手间 加起来 它可能有 有十个 十二个洗手间 那过去二十分之一 增加一百倍 香港是算你有几面下床 就是说你这个床 是三面下床 还是两面下床 还是你只有 那个一面下床 来衡量你居住空间大不大 三面是很奢侈 我跟你说 你四面吧 我觉得香港 我觉得香港人 就一直没脱平过 从居住面积的角度 香港人某种程度上 个个都是千万富翁 但是呢 你的那个房子 就透着一股穷酸气 为什么呢 我去香港看 看过它那个豪宅 什么顶级豪宅 几千尺的豪宅 你一看吧 它也是给穷人住的呀 这个几千尺 几百平方米的孩子 分不能分二十个房子 就像你说的 每个房子都有个洗手间 恨不得十几个洗手间 它就是为了这家人 人住这么一点点 它洗手间多 就是为了人可以多住在一起 我就比较过 你在伦敦就是最近烧大火 那个切尔喜那个区 香港这边一套房子 它全是很贵的 对 但是在那边一样能够买到 比香港大得多的房子 可是我想说伦敦这个大火世界 恰好就看到 就全世界这种房价高的城市的悲哀 你们说伦敦大火这个楼里面 全都是一个连租房 里面全是租客 而那是一个伦敦最高级的住宅区基 对不对 Chelsea 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好房子 然后你就只有这么一座楼 是一个连租房 然后那就是一些 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 然后也还有一些 包括叙利亚的难民才去住那 然后住在那 就维修也不好好给你维修 就给你省钱 就搞成这样 就我觉得所谓的租房的悲哀 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 就是当你这个城市 你要靠房产变成一种投资项目的时候 像伦敦 香港 纽约这种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租房就会变得很悲哀 对 你现在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房价涨的这个情况 租金也在越来越贵 你也越来越租不起 那相比之下 在这个北上广 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 有一套房子 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财富 现在甭聊什么 该不该买房了 你知道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你看像你们说的 很多外国人 他们都是租房子的生活方式 包括咱们那个小松兄 高尔松 什么诗和远方 是吧 别样的 高尔松一见过就是说 你活得这么苦 就是因为老要买那个大房子 买完那房子干嘛 什么诗和远方 可后来我琢磨琢磨 那也就是高小松吧 就是说 要换到我 我觉得我是特典型的中国人 为什么 我们老是梦想 要拥有一套房子 为什么 我老 我有过多年租房的经验 可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 甭下我先有个房子 我再诗和远方吧 我的感觉是我有了房子 也不耽误我的诗和远方 而我的诗和远方 它不是我365天的生活常态 你在外边晃完了 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种 夜落归根 或者我这岁数不能跟夜落归 就是好像还是觉得有个安心 中国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东西很复杂 它一方面就是完全引进了香港这种卖地皮 抬高房价发展商 都是香港那些发展商那套游戏规则 但另一方面 中国大城市里边拥有房子的比例 远高于香港 可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高的 只要你是原来是这个城市的居民 我到西安去问过 我到上海去问过 原来这个城市户口的人 80% 90% 都有好好坏坏 都有这个房子 因为他们最差的房子 比方我们大学里那些助教 当初分了很小的一套房子 他们现在跑来跟我说 我这个房子五万一乒乓了 就是说虽然其实也很小 但他心理上就觉得 我好像也有 现在几百万了 这个流产阶级 但是问题是你再过20年 现在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 就是你们那些叫做早上岸的 你就永远在岸上了 这些还没上车的 这些年轻人 他就永远在赶这个末班车 怕赶不上 可是回过头来再想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想象放开一点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香港的朋友 他买了一套房子 他就说 他原来也跟我一样 是觉得不该买房的 他也是游遍世界 失和远方 他是想着梦想有天 他迟早要去游览世界 如何如何 但后来他辛辛苦苦 干了一辈子活 存了一笔钱 然后买了房子还不错 一千多平方 不一千多尺 在香港那就是豪宅面积 一百平方了 对一百平方了 然后我问他 你这房子多少钱 然后给我个数字 我帮他就算一下 你这笔钱 你现在是预备赶紧说要老了 还是得有个地方 我就帮他算了一下 就一直可以租下去 不是 他可以找 他不是要游览世界吗 有这么一种游轮 那种游轮比较豪华 比较游轮 整艘船不超过五百元住 都是一些退休老人 附带来什么 你现在就给他这笔钱 他现在这个房子 如果把这个房子卖了 给这个游轮公司 现在就付出 以后你住四十年 在这个游轮上面 坐在船上 然后你就游览世界 你可以住四十年 然后上面医疗 什么全都包的 然后我问他说 四十年移动疗养院 四十年有没有概率 碰到泰坦尼克号 你看我们对这种 漂泊不定的东西 总是觉得 你看你们就还是 不能适合远方 从数字上来讲 你卖掉你 现在的一个好房子的话 不要讲坐船 你可以租很好的酒店 在全世界 香港有了这样的建筑师 就是你的毕生 你都可以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不太可能 你的东西怎么办 没那么多东西需要 研究历史 我得出这个结论 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 人类 当然个别的还有 但是人类的游牧 你们想过吗 为什么要是游牧好使 现在怎么都不游牧了呢 为什么整个的大趋势 是偏向于定居了呢 放心 这个人类的定居 从住一个房子 到全世界住旅馆 本身我是倾向于后者的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房子它在翻倍 那这个时候你过了十年了 你旅行到一半 他五百万的房子变成一千万了 那么这个旅行的人 本来的钱就减了一半了 所以这个增值是一个大问题 咱们那个吴小波老师 这是财经专家 我那天看他一个演讲 他现在演讲都气势汹汹的 就是说出一些金句来 就是说 他说你为什么努力奋斗 还是一无所获 就是因为你老是不肯借钱买房 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 你早就应该借钱买房 然后就说 他说我认为你负债率 中国人不爱欠债 你看美国人就花未来钱 中国人不爱借钱 他说但是银行应该有新的理财观念 我认为一个人正常情况下 你可以有50%到70%的负债率 那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向银行借钱 然后买房子 然后买了房子 假如你付完全款以后 你再用这个房子做敌 然后再去向银行贷款 再去投资 我听就感觉很有意思 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 就我朋友当中 什么这个诗和远方 都那些在写诗的人 在做文化的人 是有了一套房子 他们才真正自由了 可能一般不只一套房子 我问的有的就是 就在北京的 就问他们 他们也是做新闻 或者是就写文章那些人 他们到了一定的年纪 又不是有一个35岁现象 都是做不下去了 然后现在我觉得 他们也没什么工作 我说那你靠什么活呀平常 北京有套房 他说北京有套房 我就不用租房 不用交房 他说其他的生活费 其实都没那么贵 我怎么着都能活下去了 现在其实是 你有套房才可以 所以诗和远方 咱们知道 咱们都认识一个 这个作家 香港的作家朋友 陈冠忠 是吧 这个陈冠忠当 上次来做这么节目 跟我说啊 他现在在北京常住 写小说 对 但是你知道 他一直到今天 他在北京花的钱 是什么钱 房子 他当年呢 为了跟女朋友结婚 在香港 好像太古广场附近 买了一套房子 太古城吧 太古广场可是厉害了 太古城是香港 中产经纪的 太古城买了一套房子 结果买了这个房子 女朋友又放他哥子了 所以觉得本来挺倒霉的 可是他后来他说 我就是靠卖了这套房子 一直我在北京不用干别的 就是靠这套房子 一直在北京维持我的生活 才有诗和小说啊 没错 一直在创作啊 你这样再说下去 那租房的人不是更郁闷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郁闷 我觉得恰恰是 你们都还不够远方 就你如果你是想的 留在北京 觉得我有套房子 于是我生活很自由 我生活很低 你不一定要住在北京啊 我是随时预备 可以去里斯本 里约热内卢 你怎么不是什么通州啊 也可以啊 那对我而言 整个世界都是我能够选的地方 我也想去啊 就干嘛大家视野那么狭窄 上海那个时候有试过 说是在郊区点的地方呢 用一些什么商住房什么 让外地人可以在那里买 可以住 想分解一下这个 就是市中心的 这种很拥挤的程度 盖完以后就发现 你看他这个交通的规律就不行 他那个地方就变成 他们叫潮汐房 就是说像潮汐一样 这个人在白天就出去 晚上才回去 都是在睡觉的 还是在市中心 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 包括在香港 大部分人 他是如果买得起房 他就买房 一般暂时买不起 人问到这样的例外了 暂时买不起的时候 他租房 我的问题是 有没有这种 我们撇开经济原因不讲 我有钱 但是你选择买房 还是选择租房 你明白吗 我租房还可以换 买房就是结婚 租房就是交朋友 买房还可以租出去 那你老换的租房 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呢 没有 每次都很认真 对啊 我也觉得这样挺自由的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 香港你可能你有 就是说你们签合约 相对来说 对租客还是有保护的 在国外很多人 他可以不断租房 也是他的那个政策 对租客的保护特别的高 他不会随便就赶你走 这边他有个不安全感 有时候就说 美国是租客厉害 租客不走 业主没办法 对的 我那次跟那几个朋友聊的时候 就是说到 他们在北京有掏房 那些文人 我们那时候正好在澳门 就参观 你知道有个叫郑家大屋 郑观应 有一个写那个盛世文言 他就是那个时候 他是在上海 一开始做买办 学英文 这样那样 最后也是弄得 就一无所有了 回到老宅有套房子 写出了这个 这个皇上都要批的 这个金氏行言 他当时就是说 看他对中国 看国外最先进的 这种这个思想制度等等 他写了一套书 所以我们看了 大家都说 最关键文人 还是得有套房 真的 那你房子在哪 你比如说我去意大利 去Siena 我算一下我住在以前淡丁他的他们家旁边 你的刘嘉玲怎么样 香港一套三四百尺的房子在那我买一个小庄园 我为什么不去那儿住 去欧洲看地产 真是气死 你价钱一算 我就常常因为这个理由 我觉得我干嘛在香港买 我是一个随时 我东西一搬 我去哪都可以 你没有下定决心走呢 我随时可以走 我不是下定决心不走 我觉得当然下得了 我如果说明天 有人跟我说 那你以后节目也别做了 那我就收拾包袱 我就去了 对我来讲完全不是问题 他才是那个诗和远方 你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 香港有一对明星夫妇 我就不说人名了 就是不是没钱 两口子每年都能挣上千万美元 但两口子就是利市租房 真的就像你说的这样 好 我要是靠租房为生 今天我可以租达芬奇曾经住过的房子 明天我可以租谁谁谁 拉斐尔住过的房子 对吧 他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可是我老觉得 就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 我总觉得得有个自己的地方 租的房子 我租房车生涯长达20年 我从来没觉得 那是我自己的地方 我不能获得这种感觉 你以为你现在买的房子是你的地方 其实那个是70年有产权 你也是租房 国家会 国家会有安排 国家会有安排的 会有妥善的安排的 国家会保护我们的 没错 国家都说了吗 好像上次说70年之后就是 加了好几条 可以延续 这个不附带条件 放心 相信国家 相信国家 加速完盘的 对 来来来来来 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 来着 亭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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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香港的这个汤房 还有这个北京也有啊 你知道就是 哎呦 我住这咋 八道湾 就是鲁迅 鲁迅跟周座人闹翻的那个 你知道有个叫郑家大屋 郑观应 有一个写那个盛世威严 盛世威严 39个电表 不有39 然后一榜也出来 嗯 你们来收房子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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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